萬眾期待的…算不算? 也不算的 Rising Freedom 接下來下個月就到這個不老正義 先出現的沒問題就先玩 封面其實也吸引 看見是一個很typical的松田知識姿勢 當然,我先說明 最大的賣點算是變形 但我不會變的 因為太醜了 而且機械人形態很適合 這些是變形的 但我完全接受不到 這個系列也是這樣 所以我廢話,不要浪費自己的時間 反正是Denson的Saber 我才拍 雖然沒甚麼作用 但這個玩具呢 就算不變形 就以機械人玩具來說 我剛剛沒有了幾秒鐘 不知幾秒,我眼睛熟 自己發覺有些問題 有些東西很易脫 易脫也不是我最大的關心 先看看本身包包甚麼 一大餐的接駁位 另外亦有… 有師兄要求我們變形 看心情吧 過金 過金 就是… 坦 還有短劍等等 大家都已熟云場 先說神盾 神盾變形 當然了 新設計 你說是盾 我不如說是攻擊性武器 是武器來的 真是武器 用盾 我用這個光盾算數 亦很發心的 亦覺得我真的有需要 就是這個士啤的角 因為它的變形 就著角的景牙煙 所以變了多些選擇 多些選擇 多些選擇 多些窩心的附加品 是值得的 是保險來的 是的 是保險來的 好 那就真來看看這東西了 謝謝 好 Walka已經放了一些很型的姿勢 補充一句 絕對是不會拿盾上去 因為它的盾 我們先掃除了它 好 價錢其實就不… 也算合理 一千兆一點 四位數 一千兆一點 但是似乎我自己覺得 我先不要說這東西的質素 現在這種形勢 都真的有機會下調 但是你問我 它用1080這個數 有沒有問題呢 我都覺得沒有 這個機體人氣 你覺得怎樣 因為這個顏色 好像不太多人接受 大家都是把它放進 這個原本的 Freedom Color Tone 就暫不住口了 當然 它本身真是說 跟了Freedom Color Tone 基本上遠都是分不出的 所以它們一定不會這樣做 好了 現在都很努力地 不斷轉一個圈 給大家看 Metal Robot雲本身 就著那個外形 都… 我說過 又未去到魔的地步 但其實已經尾形了很多 所以暫時 目前為止 那麼多 Rising Freedom的產品 無可否認 最帥仔的確是 Metal Robot雲 另外 我其實邊讚邊彈 除了外形是不錯之外 我這次的QC是非常好的 事實 我可以找到一個決定 我頂 立即看到一個決定 不是在絕體上面 對 因為本身這件 你看上去 大家都看到 是全上色的 是帥仔的 是全上色的 是帥仔的 變成整件的感覺 無論它的marking 外形 另一會兒會說到可動性 可動性 其實可動性只是合格 其他都是頂級的 可動性都很漂亮 你放到這個姿勢 合格 我意思是說 機設的很多東西 都不會太複雜 它是很利便 去做一個可動性格的分件 就是雲甲的設計 但有些東西 它這個玩具的處理 就沒有太多功夫 我剛剛摸了兩摸 就發覺側裙甲 其實是砲 很容易 我脫下來和大家 好好地研究一下 台座也漂亮 黑底 鋼琴黑 亮晒 有這個 Compress 的徽章 大家都知道 澳保打後 也有一個聯合組織 為了維持這個 自由人 這個自然人和這個 coordinator的和平 都有一個新興的 秦羅組織 WASEREVA 接下來 故事怎樣發展呢 大家等 想看 戲院看的 在香港看的 就有機會等到4月 是4月 師兄說 為何頭那麼大 其實有少許原因 可能因為我們的鏡頭 有少許低炒 高炒還是低炒 其實在視覺效果來說 他的頭的確看上去是大 但整個鏡頭是這樣的 因為他有一些比例 每一架機拍攝一起看 他的頭是一樣大 但他本身這個color tone 再加上造型 他這個高跟鞋 其實比其他機體矮少許 所以看上去 他的頭比較大 他那個下巴 這個位 他跟頭一樣相識 感覺上整體 就更大了少許 另外一個視覺的原因 就是 你見他的臉 白色的位置 其實相對比較多 對 你一看上去 就更加覺得他的頭會大了 但其實你一對其他 其他freedom系的高達 真的一模一樣 解釋完了 香港的名字是非升自由 對 Rising freedom 非升自由 本身這個姿勢已經把他大部分優點都展示了出來 我想我特別要強調的是鬼道炮 我真的數缺點了 其實大家要留意的地方 他看上去當然外觀沒有大問題 頭大了少許 但是他這兩個鬼道炮位 因為他要遷就造型關係 又脫掉了 沒有辦法不脫掉了 太容易脫掉了 他這個金屬軸 其實不是做得很長的 我覺得 即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想在一個美型立場出發的話 你會見到裝了炮後 他這個臀部位 這裏的虛位是相對比較少 而且很貼的 其實在外觀上是比較漂亮的 這個事實 但因為長一點 其實已經差很遠 這裏一再多一個角度 貼到小腿位 這裏的橫軸 其實會挺突厚的 我覺得他有機會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這個臀部位的橫軸 做這個長度 剛剛好就算了 揭起便可以 這裏的橫軸 但你拍起來很容易 就會整塊掉出來 好了 其實他這個 雖然是小比例的玩具 但他這個側裙甲 他應該多下一點功夫 去做一個 不是就這樣一個小波頭 算數 他就是一個小波頭 所以就變成脫硬 沒錯 其他 或是 不斷脫過前裙甲 因為他本身的前裙甲 其實不是設計問題 他得意就得意在 他本身有一個 給大家看 他這個波軸 其實是兩頭的 變成他移動前裙甲 便相對容易去調校 可否給雷細看我 又有師兄問我們 有沒有留意到我仔GP02 其實也有很多人留意 是漂亮的 不否贏 但沒有拿版權的東西 就不多說了 玩就躲起來 要自己玩 又不是什麼 他比較老鑑 因為一個波頭一脫掉 就吃不到力 是活動的 是 易脫難拆 說得好 不好意思 給我一點時間 我先安裝前裙甲 這裙甲 這裙甲 令人氣 玩的時候是麻煩 又脫掉 不平地脫掉 他試玩的時候 應該知道有問題 但照出 當然 其實玩自由的 是玩背部的 其實大家在坊間也看到 有些蠻有趣的設計 就是 Destiny Rising Freedom 我早兩張圖就是 把背包換掉 它是做到的 Destiny Rising Freedom 既然我拆得 就不再正正經地在這裙甲 看到本身 因為可變 可變 可變軸 其實是很簡單 一個 關節 摺起來 便可以 也不會很複雜 在頭架位 當你變形時 便會 打高 便可以套回頭 至於高機動翼 正常的形態 就是這樣 抹開 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 它有很多組可動 1 2 3 4 5 當然 最重要的炮 便可以揭起 這裏會有一個關節 左右亦可以動 所以 炮口的可動 絕對不會干涉 亦可以開得非常漂亮 大致上就是這樣 收納型態 開放型態加發炮 後面 因為可變 這裏亦可以看到 有一個 我先叫翼 可以左右動 上下動 好色亦非常漂亮 好 又回來了 這裏的圖片 對 相機的圖片 是在左邊 對嗎 讓大家看一下 即是 即是它的圖片應該在左邊 會否是 變形了 有機會 我看海報 我明明記得 這裏圖片 不能變形 因為本身有文字 圖片在左邊 然後 這裏圖片在右邊 對 究竟是誰才是堅 對 我就回答你不了 好了 其實你真是說 安裝了背包在背後 它是有幾大妨礙 既然都拆開了 不再玩它的可動性 在沒有背包的情況下 它的關節是非常不錯的 在肩頭的位置 你也看到一些 看膠 菜鋼 金屬的關節 真棒 沒事 不用怕 玩具TV這些就好看 有自由看 每次搞自由 總是有些事情 不要緊 為了港大的觀眾 橫軸 本身也是金屬關節 可以對摺 大家也有一個小心 特別是肩角 是很尖 很有和容易斷 所以玩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不要緊 又試鼻 摺得很漂亮 又掉 大家看看它一集 你明白了多少次 六次左右 暫時 素化 本身因為它的手腕軸 比較長 變成它的靈活度和可動性 非常之高 當你想裝 我先說這個 既然已經 剛才Walker玩了這麼久 你介紹吧 好 我不懂得玩 我剛才玩得很開心 我看你 我就是無法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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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可能我手指 我沒有指甲 我就是無法拿出來 前面可以安裝一些 剛才看到的光劍位 我不多介紹 這裏 本身這個目測 似是武器的東西 後面有一個把手 亦可以上下移動去揪位 還有什麼玩意 沒有 就這樣 開這個 這兩邊 你會看到 一不做二不休 可以 作為一個飛行武器 哇 這兩支粉紅色的東西 裝在旁邊 要換 不用 直接裝 就這樣放上去 我覺得挺熱的 你小心一點 我覺得在地上 你又有牙籤 我剛才昨天新聞說 韓國人現在流行吃牙籤 吃牙籤 炸牙籤 那些是用粟米的薯 用什麼做 好吃 真的會好吃 好 新一代的飛行武器就是這樣 救命 然後套進去 身材在哪個位置 其實這個是丟出去的 對不起 丟出去 丟出去 為何不可以出去 又要飛人家出 這就是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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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承認到盡頭 大哥 就是 更形 極致 對 我們收回它 對 就是這樣 但真的 你玩它當時 裝上手 對翅膀 是極度妨礙的 所以 握著盾 擺一個漂亮的姿勢 是極難的 所以放下 身體也有很多東西 你會看到 其實它也做了不少分件 身體應該跟V6 MR差不多 是 我這樣看會容易 看著胸口 空夾動大 但胸口的位置 我剛才做的 這樣便快一點 挺有趣的 中間的部分 分開了 由胸口 直接做向前屈 第七次 頭的可動力 先托高 再動 便安全一點 請問今晚的飛行自由 總共有多少次 這就是一張遊戲 最接近的觀眾朋友 向前托高 反而動力 幅度更加低 即是現在應該先開盤 應該開盤 入口大還是入口小 腳 剛才提及 它其實 這個軌道炮位 也是挺乾涉的 雖然你會看到 它向前踢的幅度不小 不過你動的時候 你怎樣也會 第八次 各球十個醫生 各球十個醫生 各球大 麻煩你 動的時候便留意 會否和旁邊的炮口有甚麼衝突 因為真的挺容易 踢腿的幅度 有少許光線 也不小 我突然想說一件事 就是這個系列 Metal Robo Un 這系列 一向是很漂亮 但我不覺得好玩 Metal Robo Un 就是普通 Robo Un 扭上手 打上手 很好扭 這個系列是漂亮的 外觀是很漂亮的 但我從來都感覺不到 它是好玩 因為可能關節太硬 和模型太接近 不知 它給不到我一個好玩的感覺 另外也可以說一說 它的腳腕的護甲 同樣跟剛才的 不扭自由一樣 它也是靠單軸的波頭去控制 變成它確實是一個優點 就是它的可動幅度會更加大 而它的高跟鞋 當然 它是變形的 所以你會看到 它除了向前對接之外 前面也會再加到一個橫軸 令它可以這樣動 後面的高跟鞋的鞋跟 真的不可動 原來Sea Roof是否感覺 Metal Robo Un是不能玩的 不能玩的 但就不好玩 是不好玩 但如果你說玩 就是普通Metal Robo Un最好玩 是的 又扭得 又扭得 又不怕爛 又沒有什麼會斷 是 再說一句 多一句 我是不會變形 太醜樣 搞不定 我有些印象 是否好像三叉野向前 它是否有點像EXS Gundam 都不可以這樣說 是 又是肉酸 不知道是致敬 還是什麼鬼 設計 大家都想想 連這個X-Wing都可以100%重現 是 真是救命 好 好了 好 有好少少 給大家看看 也是時候 做得很貼 下一個Item 我們都玩了很久 大家 今晚玩得這麼辛苦 都心裡有數 但外形是漂亮 不太好看,如果你喜歡這個機體的話,它的外形真是好看 船隻上了一尺,又打你一尺 我怕已經頂不住了 好了,不要選你 這種高達的機設都是扭盡落入 有生之年 不會再出手 應該有機會 它現在的新動畫竟然不是機箱 是故事 對,是趨像 舞台劇也是做編劇 買回到架子 就算了 MR最慘的是,座位好像沒得到 又不是很差的 要拆吧,實在是 先看一看 好了,真的不要蹭跎了 好,轉多一個圈給大家看 Metal Robot運就玩到這裡 好了,我怕會不會 對了 稍後見 好 沒有 沒錯 沒有錯 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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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覺 對,你會不會